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可能會有人聽過天上下雨、青蛙和果凍的怪事 但是天上下大雞腿的大怪事恐怕就沒人聽過了 當然,這種異著必定是中共國獨有的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談談吧 最近江西真是出盡了風頭一陣是子綠為鴨一陣是提登定選 現在居然又要獨領風騷竟然將什麼天上跌餡餅 天上吊下個臨妹妹 直接升級改裝為天上跌落一大堆雞腿 4月18日晚,網上突然引起轟動 一段影片令大家紛紛為觀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江西省的景德鎮市衛生學校裡 竟然上映了一出天降雞腿的戲碼 原來是江西景德鎮衛生學校搞飲食壟斷 禁止小販來售賣食物 特別是4月18日晚,學校還派出保安來巡邏 不讓小販在學校門口擺檔 還將小販貼在檔口的副款碼撕走 這些學校保安居然還兼職做起城館 學校外面的小販那天準備了大量食物 被保安這樣一攪 一氣之下,乾脆直接就宣布 雞腿和餅等食物都免費送給大家 於是就出現了影片裡的一幕 一隻隻雞腿飛過欄杆從天而降 直接飛進了校園 演出了一場天上跌雞腿的人間罕見議像 面對這百年不遇的奇觀 學生就越聚越多,場面非常熱鬧 針對這件事,學校就緊急發了個不知醜的通知 說網上流傳校外商家隔欄杆 免費投胃的相關影片 引發關注我校高度重視迅速介入調查 並說要加強校園管理 確保食品安全 那還不是不打字招? 看來之前食品安全都沒有保障的 還說下一步將會豐富學校食堂的膳食供應 增加外賣投放點,滿足學生多氧化飲食需求等等 但網民看到這條片和通報後 亦是議論紛紛 那是良心商家大戰無良保安 不過這句話就搞錯了主角了 大戰的應該是無恥效方 還有些說雞腿利有,學生越來越多 也有些說食堂飯菜如果是價格麥味 味道也好 怕是沒有人想會去外面吃飯的 看這位人興的評論 是一位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大家一定要記得其他人是如何描述大學的食堂的 那是一隻蒼蠅 那些入湯裡都被廚師拿出來給人喝的地方 大家看看現在中共國的這些大學 對來自校外調戲本校女同學的無乃醉漢 就束手無策 對在門口來擺檔養家糊口的小商小販就大動乾歌 中共國的學校開不開都無所謂呢 都不是教書肉人的地方 都是些偉人不倦的黑鬥 中國的怪事出現得越來越頻繁 極端現象開始常態化 4月18日這一天不僅天下雞腿 那天還下雞蛋大小的冰雹 曾經出現過龍吊聲的貴州不折 又又又又出事了 4月18日下午 不折市下雞蛋這麼大的冰雹 最大直徑7厘米 有些汽車的車頂被打穿 由曝光的影片可以看出 比波子還要大的冰雹 毫不留情地從天而降 有目擊者形容 這場冰雹就像皮蛋瘦肉粥一樣衝進店舖 剛好的是2023年4月17日 不折也下了一場特大冰雹 距離2024年4月18日 這場雞蛋冰雹 剛剛好整整一年 那算什麼呢?週年紀念? 這個不折市真是多災多難 凡是貴州省出現的任何大事小情 這個不折市都跟木桂英掛稅一樣 幾乎是陣陣都有份 原因也很簡單 在中共國哪裏越紅的哪裏就越有事 這個地方一上院唱紅歌就出事了 每次都出人命 每次還是拼命唱 那麼喜歡出事的地方 真是應該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你? 由中共撕低偽善的面具徹底接管香港之後 香港從今年開始 也是連續不斷出現奇怪的現象 繼4月5日和4月15日出現入雲之後 4月16日再次出現入雲現象 肉眼可見 一個巨大環形的彩虹環圍繞太陽 有網民質疑日雲是地震的先兆 這也令人聯想到4月3日 台灣花蓮大地震的前一天 在台灣就拍到天空出現入雲現象 在中國古代入雲又被稱為白雄 古人認為 如果天空出現入雲現象 不僅是一種不祥之兆 還往往遇事即將有災禍發生 例如入雲之後 會出現乾旱水災地震等災害 還有一種說法 日雲的出現於是戰爭即將爆發 在古代 大家都認為日雲具有強大的攻擊力 隨著日雲的出現 戰爭很快就會爆發 而不同色澤和形狀的日雲 也代表著不同的徵兆 據宋史記載 日雲七日內無風雨 亦為兵 甲月休火 丙丁神夏中 墓己後續性 更新將利 任貴神尊政 官雲雙有謀 黃即吉 黑為災 雲災松睡風 色青為兵穀貴 赤黃為禍 三重兵起 四重晨半 五重兵機 六重兵喪 七重天下亡 而在戰國策裏 日雲就被認為是神夏試軍的徵兆 另外香港在4月也不太平 不僅出現日雲天象 還出現血日的罕見異象 而且之前香港還發生了極其罕見的地震 那不僅讓我想起Tesuki 《我漢見的未來》裏面 所描述的那場將香港 台灣 日本和菲律賓 聯合在一起的大地震 有人分析說 這不可能 當然 沒有人希望這件事會發生 但是請記住 這個世界 不是照著人的認識發展的 人的認識是極其有限的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兩個報導 近日 34歲的知名網紅博主任菲去世的消息 登上熱手第一名 多地民眾也披露 身邊有不少年輕人撤死 但是消息被封鎖 4月17日晚 擁有8萬粉絲的知名博主 菲菲一杯酒去世 引發關注 賦文 任菲因心臟病突發 4月15日去世 中年34歲 中國年輕人的撤死事件 並非是個案 有網民在今天頭條發帖說 今天見到一條片 嚇了我一跳 這個作者說 2023年 他身邊有6個年輕人死亡 2024年 又有3個年輕人死亡 最小的30歲 最大的45歲 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 來自湖南的楊先生表示 他在深圳一個工地打工 有幾個同事在開工時 突然倒地撤死 深圳建築工人楊先生說 在工地基本上 10個入10個都感冒 有些一兩個月都未好 食藥基本無效 應該是一種病毒 一種X病毒吧 之前也有幾個一起做事的 30多歲40多歲 在太陽下面工作就不行了 廣西梁先生透露 他在北京打工 發燒感冒的人一直很多 包括他老家在內 這一兩年 不少年輕人去世 不僅我們知道的大陸年輕網紅出死了 有很多人身邊也有年輕人出死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南海的紅人死亡 也趨於年輕化 以前因為是中南海 或是跟中南海走得近的人 不僅有保健醫療 還可以換人件 所以能夠久活到八、九十歲 實屬正常 但現在隨著新官變成長新官 撤死成為常態 中南海的紅人 已經沒有機會換器官 就衝衝到下面 去見他們的偉大領袖無摩 和他們的祖宗馬斯克 4月17日 中共黨員胡必勒 因為突發疾病死亡 有人可能問 這位是哪位啊? 不懂得吧 這是另一位中共國國師 只要大家知道他做過什麼就行了 他到處幫一帶一路投資抹粉 欺騙國際社會 在國內最有名的實踐 就是鼓勵中國女性 與非洲男性結婚來加強友好關係 以及提高非洲留學生的獎學金 這位被中共稱為優秀共產黨員的國師 在他62歲這一年 就去見馬克斯了 至於死亡的原因呢? 有知情人士在微博透露 4月17日下午 胡必涼在上堂的時候 突發疾病 跌到在港台上高 送院之後 醫治無效去世 中共在他的庫文裡 並未說明他的具體死因 引發外界對他真實病因的猜測 特別是在目前全球健康危機的背景下 不禁令人懷疑是否與新冠病毒有關 中共兩會以來 大陸疫情持續升溫 即使是被嚴重縮水的中共官方數據 也顯示疫情升溫 而早在4月初 中國某醫院的主任醫生 就向《大紀元》爆料 新冠疫情從未離開過 毒性沒有減弱 甚至比以前更猛烈 而官方就好像瘋了一樣 嚴控醫生 銷毀所有疫情資料 不准承認新冠等 誰違抗就找誰去精神病院 2022年12月份 中共病毒疫情 在中國大陸新一輪爆發以來 中共的黨員、官員 以及為中共站台的各領域專家、學者和名人 密集病逝 2023年1月16日 《大紀元》網站首發文章 法輪功創始人指出 中共掩蓋疫情 中國死亡人數達4億 法輪大發創始人李洪志大師開示 三年多以來 中共一直隱瞞疫情 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 這輪疫情結束時 中國會死5億人 2023年8月27日 《大紀元》網站發表特別報導 中國疫情又起 法輪功創始人警示 針對共產黨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再次指出 COVID疫情主要是針對共產黨 以及那些盲從中共 維護中共 為中共賣命的人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輕人 疫情爆發之初 李洪志大師2020年3月 在李勝一民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這樣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標而來的 它是離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大師指出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因為他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剷除他了 為他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李洪志大師也明示了世人 如何在這場瘟疫中 吹吉避兇 他說人應該向神真心懺悔 自己哪裡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那才是辦法 那才是靈丹妙陽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